我剛剛差一點哭了耶 我剛剛差一點也流眼淚 因為我真的 我要特別就是稱讚一下 所以困住一下自己好嗎 你本身是他這麼大的一個Fan 你是什麼時候 為什麼會這麼喜歡 我是很大的Fan 不代表我很大隻喔 你講話的時候 你那眼神你要注意一下 你是很大的Fan 好 你怎麼會這麼喜歡我們Coco呢 就從他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我就那個時候在念書 差不多也是下面這個年紀 國中的時候 然後同學就是都很流行 聽他的歌 對 真的 然後他的歌就是 每個人都會唱 女生 特別是女生 所以都會買專輯 然後到後來我就開始 養成了喜歡Coco的這個習慣 好習慣 就是好習慣 然後就每一張專輯都會買 然後我就發現他真的是 能唱能跳的歌手 他的舞台魅力 就是都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羨慕 所以其實我後來當了歌手 雖然我們不是唱跳琴的藝人 可是我在演唱會上 我都會有一些部分 我像之前的幾場巡迴 對 我都會有個人的舞蹈Solo部分 其實那真的都是 太感動了吧 謝謝 而且你還跟他有親嘴是不是 你們兩個 對啊 上一次在那個分享 這張在分享典禮的後台 而且因為我們那天已經巧遇第二次了 對 然後那個就是在一個長的走廊 然後他從那邊 我們從這邊走過來 然後慢慢 有點像慢動作 對 然後他就很可愛 他就這樣 對 我們是那種看到對方很遠 慢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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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來慢進 然後再看到對方 就很熱情的這樣有 我們就報警了 對 然後一報警之後 然後Ella就會旁邊起後 就說 喇叭 是 然後我們就寄下去了 開心嘛 開心嘛 對啊 其實我家也有一整套Coco的專機 可是因為我搬家我就沒有帶了 現在不是一個跨度的時候 我們只是在講一下而已 不用互相炫耀 不想輸 那個心碎弟 妳覺得是一個漂亮狗女娃 對啊 因為她實在是太棒了 是不是跟部落的 你看 常常看部落的女生比起來 有嗎 因為她是原住民 是啊 原住民小朋友 好會唱歌 真的忍不住要抱一下 擁抱一下 我剛剛差一點哭了耶 我剛剛差一點流眼淚 因為我真的 我要特別就是稱讚一下 Selena 先困住一下自己好不好 妳知道嗎 一個人呢 她的靈魂 對 就是從她的眼睛裡面看得出來 Selena真的是個好好的孩子 她真的是個非常好的人 謝謝 所以我相信呢 妳老公真的很幸福 超幸福的 超幸福的 她是個大好人 妳知道嗎 真的 又用功 她很努力 妳真的幹嘛 在讚懂什麼 妳不知道 她是一個很努力很用功的人 她很努力非常 然後她在舞台上 永遠就是要呈現給大家 她最好的一面 從來都不懶惰的 因為我 我覺得 她是 Selena最棒 對 好 好 後面的參賽者 你們自己知道了 好 妳講話什麼 還說了 好啦 老師已經把這個最棒的話 都送給妳了 就不用講評了好不好 對啊 我真的在自己偶像面前 唱偶像的歌 真的超緊張的 真的耶 在偶像面前唱偶像的歌 然後還被偶像這樣稱讚 你根本就 我這一整年我都值得了 這一年 對 好啦 我們今天真的要開始來回顧一下 我們先從Coco的第一張專輯嘛 對不對 妳還記得第一張專輯的名稱嗎 叫做 第一張專輯 妳還記不記得當時出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譬如說要去 那時候開始走校園 或是一些宣傳 是不是很辛苦 非常辛苦 非常苦 尤其是我們那個時候的 唱片公司 是非常小的唱片公司 沒什麼錢 所以我們都是要坐 我坐機車去趕通告的 真的假的 好像他喔 真的 我坐機車去趕通告 而且是夏天非常熱的時候 我還戴著那個安全帽 對不對 然後到了那個電視台 安全帽摘下來之後 整個臉都是黑色的 對 那個都是黑色的 然後還有就是 譬如說趕那些校園演唱會 是坐火車 可是坐火車是那種 是沒有座位的那種 因為比較便宜 戰票 真的 你買過戰票 是 然後我記得一邊是拿著那個化妝箱 另外一邊是拿著我的打歌服 然後站在那裡 從晚上十二點到 早上八點半才到台北 對 其實沒關係 就是一定要經歷一些苦 你才會珍惜現在所有的一切 小朋友聽到了嗎 講得太棒 但是我稍微是比較好奇說 那個時候坐摩托車趕通告的時候 對不對 那你前面那個人 你是抱著他 還是你是坐著後面 沒有 抱著 就抱著他 那你是這樣跨腿座還是側座 跨 跨腿啊 跨腿啊 沒辦法 為什麼 轉得太好了 太會轉得太 太會轉 為什麼是我被扁 不是 可是你不覺得 那個轉音就真的很美 對 為什麼 你立刻投入 你這樣轉你都不會不小心 轉成難聽的 就是你轉得還是很好聽 我希望是好聽的 什麼 你試算看看 就是像你學學看這樣子 我也來轉一下 像剛剛那邊 你試試看 如果真的不好聽你不要生氣 好 你盡力 你努力像剛剛那樣 我 你找你的Key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我依然愛你嘴神 你的眼神太傷人 不看不聽也不聞 你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我們正常人去轉他 就沒有辦法轉得像您 這麼的 也是個比較差勁的味道 就是一個比較不好的味道 沒有 可是我真的覺得 像轉音這種 它真的是 就是可能Coco她小時候 聽的音樂 或者是什麼 讓她有這種影響 像學一些音樂 所以她就可以從她自己唱出來 你知道很多時候 聽一些Blues 藍調 或者就是R&B的音樂 都是可以培養你在音樂上的一些發揮 因為很多節奏藍調 就是很Free的 Free Temple 那有時候如果 在唱歌比賽 如果你就唱著一個字 一個字 有時候我們評委會覺得有點無聊 有點評 所以我們喜歡有一些把它改變 給它一個新的花樣 聽起來也比較精采一些 接下來我們來回顧 第四張話語專輯 叫做Coco李文對不對 因為這裡面也是有很多的R&B 唱相在裡面對不對 那其中這個 《往日行》這首歌 還是當時第一次加 這個八點檔的歌曲 是 對的 而且Coco在《往日行》的MV裡面 他整個就是渾身打溼 很性感 超級冷的那一天 很性感 我還永遠都記得 就是導演說 我們要淋那個水 淋那個雨 然後好可以 然後那個時候是 超級冷的時候去拍嘛 然後淋下來 然後所以在MV看到我 一直這樣子好像 好像很痛好像難過 對好像是那個 就是在唱這首歌 是那種難過的情緒 投入 沒有就是 好冷喔 好冷喔 結果意外的符合歌曲 是的… 除了就是你跳那個舞蹈之外 其實你看到有幾個機器 漂亮 有幾個機器的時候 你就故意有時候 譬如說什麼 你就要跟那個機器玩 之間 有時候來到這邊 Oh my God 好性感喔 然後轉過來 還有擬一下 就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舞台是屬於你的 所以如果你只是站在那裡跳 就是會比較平 如果你真的要不要突顯你自己 有時候就是跟那個攝影師 大膽一點 對 對 對 就會更好 我們第一次看到攝影師 就是有那種奇怪的微笑 你跟他顧著就這樣 對 攝影師 攝影師也想說 我今天也值得了 好 李文剛才好姐這樣 好 因為那個電力是真的會感染 在所有人身上 對 就是有一個互動嘛 然後呢 在舞台要共放 反正都是很有很優秀的 很棒的參考意見 對 那說不定以後呢 他們真的是我們的這些 超級巨星嘛 對 都是後期之秀啊 我跟 然後呢 我希望他們在台上領獎的時候 就說到 那個時候 對 所以就很有幫助 今天拿到這個獎要特別謝謝 KUKU老師這樣 KUKU老師 你們都要記得啊 有一天不要忘了我們 也不要忘了小宇宙啊 我跟你講 KUKU老師 妳有個真的最棒的學生 我旁邊這一位 妳的Big Bang 妳剛剛把妳整段這個課程呢 都學習下來 她也要玩一下盡頭 好嗎 對 好 KUKU老師 KU老師真的很會 KU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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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時候我念高中 然後就是有一點小情傷 所以我就是常常在坐公車 然後就是會帶著Walkman 然後就聽這首歌 然後真的是就聽到哭 可是這就是很反差 因為你的心情 那個時候你失戀 所以你什麼歌都可以哭 即使播到這首歌 我心情插到我也是笑不出來 即使我耳朵聽著那個就是 一見你就用好心情 可是我還是就是很想哭 妳是有覺得他在笑你 還是什麼的感覺 不是 可是那個時候就是 我沒有辦法就是開心做任何事情 但是我只擁有的就是 Coco的歌聲陪著我 給他好多利益 所以這個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 所以後來在妳的自己的演唱會上 其實妳們也有請Coco去對不對 對 有在上一次的巡迴的時候 我們就邀請李文 到我們台北上的嘉賓 然後我們三個人就跟他合唱一首歌 就是好心情這首歌 然後除此之外呢 因為我們平常在私底下唱KTV的時候 我們都會唱另外一首歌叫真情人 然後Ella都會把它唱得很誇張 然後把肢體一切都做得很誇張 因為真情人那首歌它有一點點性感 還有一點點像拉丁的感覺 是的 對 所以我們都跳那個舞呢 可是我們並沒有辦法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就做得很誇張 然後我們在演唱會上就獻給了Coco 對 我們KTV的玩樂片段獻給了Coco 當下連有點你這樣抽動 What this 但是我現在就是 我們可以放給大家看那個片段 除了跟李文合唱 三個人還搞笑地獻出特別表演 給他們的演唱會嘉賓 除了跟李文合唱 三個人還搞笑地獻出特別表演 給他們的演唱會嘉賓 今天踩翻的時候被哭 然後現在又哭了 好愛他 他真的很愛你 我很開心 就是你是我的偶像 然後我可以跟你一起看 我無法接受 我覺得你跟Ella做這個 我大概可以理解 連HeeBee都做這些事情 對 他跟著我們一起 當然也一起做啊 因為他有點... 他在做這個有被B的感覺嗎 好可愛哦 而且如果我們那時候沒有暖身 就做這個 有時候腰會傷 你知道嗎 會有聲音出現 好 所以這裡面有一首歌 叫做字集對不對 這首歌當時也是你參加 我又有故事了啦 我跟他的故事很多啦 你們是不是也有 因為我那時候就參加公司 就是現在出道這個SEG的比賽的時候 我決賽就是選擇了 他的Reflection 然後我唱的時候呢 就是很緊張 不知道唱錯段落還什麼 反正一出來也是就半道 就摔了一下 可是我就還是 而且是我這輩子 第一次上電視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緊張 然後唱錯段落這樣 就是覺得很糗很糗 可是在那個比賽裡面 我竟然還是拿到第一名 就是... 因為後來是才在選出Hibby Ella 然後我們就選三個人一起出片 可是在那個比賽中 當天我還是拿到第一名 所以我就覺得不可思議 可是我就覺得天啊 我的偶像讓我很幸運 幸運可以拿到第一名 是妳摔的樣子很漂亮 妳摔的 就很印象深刻 可是我那時候超胖的 超胖 胖到那時候人家都覺得 我很像一隻豬 真的像豬的很胖 最胖的時候不是最近喔 沒有 那個 最近是比較小一點點的 之前有更嚴重就對了 對 然後能來 看來 搖滾 有 搖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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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